因为我们刚刚也很细致地分析了 和小悠有关系的这三位男士 一个是王翔 我们有一个猜测 说他深深地暗恋着他 暗恋到了一个已经开始产生的 并想 对 并态地幻想他们的聊天记录 幻想他们的感情 不知道会不会产生 类似尾随障的行为 然后还有一位校外真实男友 但这位校外真实男友的控制欲又极强 强到说甚至会动手 对 否定他的这个 你不要去兼职 你就去我 而且他绝对不是第一次打 就像我们说的 这个也是家暴嘛 家暴只有零次和一百次 对 而且他们交往了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时间 其实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发生第一次了 直到在这个节点上面 落黑了 可能是就像你刚刚说的 对他二言 这女孩是个好孩子 他没毛病 他因为他漂亮 所以他去做模特找兼职 我不想作为一个 就是被我男朋友养着的人 保养的人 然后因为他漂亮 然后所有的流言蜚语 妒忌心各种全坏他 然后我没啥 我就想睡人家 我要睡你的筹码是什么 来 就是你得跟我好 我帮你搞论文 那好 你不跟我好对吧 论文没有了 那怎么可能没有 这是我写的呀 我署名都没有 来 你去学校搞啊 你去学校搞 我搞你 我让大家都让全世界人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互败 败坏他的名声 对 其实这三个人 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下 就是在恋爱关系当中 到了某一个极端的时刻 展现了一个 他们性格当中的极端性格 还有一些就是性格比较偏执的 他对于某一件事情 他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去释然 对吧 就是一旦发生了一个事情 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按照他的想象的路径去解决掉 这其实就是一种偏执性人格 这是不是就是这里的小凯吗 小凯不也是这样吗 对 小凯 他俩都 王强的 他俩都挺轴的 他俩 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他更以自我为中心 他觉得应该按我的想法 怎么样 我的是对的 他就说你不听我的 我就没弄手 小悠还买了那个防狼喷雾呢 我估计就防狼喷雾 对 买了防狼喷雾 还一直说 你老跟他 从来没跟他大声说过话 这也是王强说的 我从来不和小悠吵架的 我连对他大声说话都没有过 你的偏执又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 不是 可能就没跟他说过话 这种更吓人嘛 好吧 对 我觉得就是 他这种有点就是不正常的 对 精神不正常的 不是 我觉得可能就压根 就没跟他说过话 能说 你在他旁边说 就是你是不正常的 现在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 这一次的人物关系 真的是有点复杂 我是真的 对 对 然后每一个人都有 可能内心在恋爱情况下 极端的情况 究竟谁是杀害小悠的 如果是他杀 谁是那个凶手 现在嫌疑人 你们还是要保留四个 还是说可以把某一个人去掉 现在有点不清醒 那我就接着再提供线索 行 那我们就继续保留 四个嫌疑人的标签 对 我们接下来到案情室 小悠死后 M大学的学生都在讨论 到底是谁杀害了小悠 最后聚焦在了王翔 不会是你吧 珍珍 不是 连拍都没有拍过 阿智 我承认她确实长得漂亮 以及小凯四人身上 你被人卖了 还在帮人数钱呢 校园舆论愈演愈烈 阿智带着珍珍找到王翔 希望可以发一篇联合声明 将此事解释清楚 现在学校里面流言满天飞 珍珍已经快崩溃了 今天我们来开诚布公地聊一下吧 最好可以联合发一个声明 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找我干什么 那毕竟你是小悠的男朋友 你来发这个声明最合适 学校里现在都在传 小悠捞上来的时候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你也看到了 那个小凯她是个暴躁狂 她那天晚上跟小悠 肯定就不只是吵架这么简单 对啊 她那种人疑心病很重 而且控制欲好强 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事啊 既然是这样就报警抓她呀 可我们没有证据啊 是啊 她干了什么事 警察自然会查她 但在查清楚之前 我们在学校的名声也受影响了 要我们跟那种人一起背黑锅 多不划算 稿子我已经写好了 你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小悠的男朋友王翔 小悠的离开队伍来说如同晴天霹雳 我已经生不如死 可学校传言越演越烈 对我真真阿智再度造成了二次伤害 小悠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都将为她的离去痛苦惋惜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个人面对谣言 无法自控 你们今天说的话 将会变成一颗子弹 摄像舞 什么意思 我没想过死 我一定要查清楚 是谁害死了小悠 你们这是干什么 做亏心事了 你回答回答我 你为什么发她裸照啊 你为什么发她裸照啊 兄弟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她的论文不能用 还死气败烈地求我 我和珍珍为了跟她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就约她到废弃教室去聊一聊 但她根本就听不进去 你也没想到她事后会给我发裸照对不对 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 我也更不希望她继续犯错嘛 在教室的事我可以作证 是真的 她是你男朋友 我看你都可能为她杀人的 为她说两句假话又怎么了呢 那你有嫌疑啊 我突然想起来了 小悠生日那天晚上 你为什么去小医务室 我 我看书看久了 我眼睛不舒服 我去医务室开屏低眼叶子 不行吗 正在这时珍珍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打开手机发现学校群里 正在讨论警方新发布的一条声明 声明称 小悠的裸照并非真实照片 而是由作图软件合成的 学长 小悠的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我也是刚才知道这个照片是批的 我就知道 小悠不可能拍裸照 你批个假的往外发 你等着坐牢吧 学长 我求求你说实话 那个照片真的是你批的吗 不是 如果我真的做了这个事情的话 我会自己进去